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没有播音枪的光头麦克苏 众所周知 老贼的魂游戏 通常都会有大型的DLC更新 比较著名的 包括雪原诅咒的老猎人DLC 和魂3的两款DLC 这些DLC不仅带来了 更加广阔的可探索游戏区域 还包括武器装备 更是完善了支线 丰富了游戏的世界观 让各位魂学家疯狂的开脑洞 让各位异乡人在里面疯狂受苦 当然还带来了更多的震撼的Boss战 等待着玩家去挑战 阿尔登法环作为老贼的第一款开放世界游戏 已经发布超过六周了 说时间过得真快 屏幕前的你有打通关吗 在阿尔登法环里 有着令人发指的庞大世界地图 和一如既往的隐晦叙事 众多的故事暗线 以及数百种比Boss还厉害的小怪 让卑鄙的异乡人沉迷其中 随着前段时间各种解包信息的公开 以及各种环学家的脑洞 我们开始越来越期待 阿尔登法环的第一个DLC 会是怎样的规模 会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 那这期节目 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 请注意本期节目含有剧透 请酌情选择观看 在这期节目里 我将把目前已知的信息整合一下 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阿尔登法环 未来发布的DLC 可能会有哪些内容 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与大家深入的讨论 简单来说 我要来骗牛亮了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 在我的上一期视频中 详细解读了油管大神 对于米凯拉支线的解包 简单来说 是有一个酿酒的和尚 他的任务会指引我们 使用圣托迪娜水晶 萃取睡梦中的动物的梦境迷雾 从而酿出一种叫做梦酿的酒 然后我们可以给到超过14位NPC 引发特殊的对话 他们喝了酒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梦境 比如爱雷教堂 流浪商人的梦 就和癫火有关 同时呢 这位酿酒的和尚是托尼娜 也就是米凯拉的忠实信徒 本想随我们一起去 胜诉拜见米凯拉 但在化身雪原会 触发米凯拉被掳走 从而指引我们去 蒙哥王朝的剧情 在这个任务之后 也会和白金之子的任务 有一些互动 把玩家引向疑点证 从而进入米凯拉的胜诉 至此呢 就基本上补全了 当前游戏版本中 玩家为什么要去胜诉 以及 为什么化身雪原会有 蒙哥王朝密道 等一系列的剧情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知道 如果这段剧情补全了 是否我们后面 和米凯拉会有直接的互动 毕竟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关于 那个只有一只手的蛋的 任何相关的信息 到这里还没有完 在之前的文本解报里面 我们还发现 女武神 马年尼亚的新对话 亲爱的妹妹啊 收下我的风饶 我最后的低路 无论美丽 无论丑陋 愿一切都以她的原型 成长 这显然应该是 米凯拉对 马年尼亚说的 在前段时间 油管上另一位大神 在解报文件中 发现一把未知的武器 圣衰双刃 其描述里这样写道 这把双头刃 是双生子米凯拉 和马年尼亚的象征 米凯拉和她的妹妹 自出生以来 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命运 这把刀同时拥有 繁荣和衰败的卢恩 看到这段文字 不仅让我想起了 在白金之线的最后 白金之纸对她的妹妹 说的那番话 我们知道 白金之纸的命定之地 就是圣树 白金村给我们 福洁的那个老头 埃尔帕斯 有一段隐藏对话 是这么说的 那就在遥远的北方 米凯拉大人的城市 艾比扬 在那座城市里 我们能蒙受永恒的赐福 真想亲眼目睹 在那壮阔树脚下的 艾比扬的雪白高墙 在老贼的设定里 经常会有这种平行的设计 就像米迪森和马年尼亚一样 所以在这里 是否在用白金之纸的姐妹 来暗喻米凯拉的兄妹呢 你看白金之纸的姐姐 比妹妹小子很多 是不是就很像 长不大的米凯拉和马年尼亚呢 那么是不是会有这么一种可能 就还有一段剧情 是我们目睹了米凯拉和马年尼亚的重逢 并且呢 米凯拉尝试用自己的风劳卢恩 来解救马年尼亚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结局是否像白金之纸的支线那样 妹妹到最后还是没有洗 又或者是我们的纯净金针 也可以在这里重新帮到米凯拉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 白金之纸或者酿酒和尚 跟我们一起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圣地 而给予了米凯拉或者女武神帮助 那我们就把这个剧情的走向 留给DLC来给我们答案吧 在剧情方面还有一个未解之谜 众多的环学家都曾经挖掘出来 米凯拉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结局的 米凯拉本人是反对黄金律法的 她为自己的妹妹做出了纯净金针 压制了她身上的辛红腐败 然而在碎片战争中 马年尼亚为了打赢碎新将军拉塔恩 而拔出了这根针 但仍然两败俱伤 鲨鱼而归 被分雷救回来 而在当前游戏版本里 这个纯净金针到我们手里 是拿来压制颠火用的 在解包文本中 流浪商人卡列 会和颠火女巫海达的支线类似 有大量的颠火剧情 在喝过由圣托尼娜水晶收集的 梦境迷雾制成的梦亮后 会在卡列的梦里看到颠火 正如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提到的 梦亮本身是米凯拉支线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是否米凯拉的支线和颠火 也是有联系的呢 我们后面是否有可能协助米凯拉 完成马年尼亚未能完成的 与哥哥的约定 甚至与三子一战 达成繁荣时代的结局呢 但是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到底最后王会是谁呢 是我们还是米凯拉 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一定不能漏了这个 在4月1日这个特殊节日里发布的 第七个结局 绝对时代 绝对时代 最后那个说不定是 与你最亲密的五姑娘呢 最后剧情方面 还有一个现在版本遗漏的部分 那就是拉卡德的四切 因为这个支线 现在是显而易见的未结束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期待补全 那么说完了剧情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这把武器 胜衰双刃 前几天油管上另一位大神 曾经发布过 关于这把武器的魔改视频 在他的视频中提到了 这把武器带有一个独特的战技 死亡君王 其效果呢 是可以从敌方身上吸血 并给自己补血 但是目前并没有实装 所以没有任何的发动效果 它只是自己魔改的一个效果 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并且这个武器呢 当前是没有模型的 所以他也是自己魔改了一下 做了一个模型出来 但是我要说的是 其实我并没有在任何的 结包文本里面 找到关于胜衰双刃 他的战技的描述 所以我其实是对这个武器 带有的这个独特战技 死亡君王是存疑的 在这位大神的这个视频里面 提到了另一把隐藏的武器 繁荣双刃 这把刃里面只有繁荣卢恩 不像刚才的圣衰双刃 是同时拥有繁荣和衰败卢恩的 那通过和爱尔登维基的对比 我们可以知道 这把武器其实就是米凯拉的武器 那繁荣卢恩应该是可以用 米凯拉的力量唤醒的神圣力量 其独特的战技 是米凯拉的隐藏之刃 召唤一把拥有米凯拉保护的利刃 并可以对死弹者造成高额的伤害 当然我还要再次重申 视频中所有的战技效果都是改出来的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 这个武器本身的战技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后面有更多的解报信息出来 有关于这个武器战技的描述 那我会再和大家更新 不管怎么样 如果这两把武器能够在DLC实装 加上现在已有的托尼拉的剑 和托尼拉的火炬 可能至少我们能够最终确定 米凯拉的性别 最后我们也可以来畅想一下 新DLC里可探索的那些新区域 很早之前就有玩家 给出过这样的一张图 如果我们把六个神兽塔连起来 它正好是一个六芒星 而六芒星中间 现在这片地图上是一片云 当时就有很多玩家猜想 这里面一定是有隐藏的内容的 然后呢 Reddit上就有大神 给出了他用bug 去到中间的那片区域以后的发现 简单来说就是 在云的下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洞 但是目前还未完工 所以没有办法进去 这不免让人又有些期待 我们前面其实多次的提到过 那米凯拉的支线 一定是跟蒙哥文王朝 有密切的联系的 而蒙哥文王朝也是在地下 现在的游戏里 那地下除了永恒之城 和蒙哥文王朝以外 其实可探索的地方并不是很多 可以设想如果根据地上的范围 再补全一下地下可探索的区域 那不还得起飞呀 那以上呢 就是我通过最近各位大神 挖掘出来的隐藏内容 而脑洞出来的新DLC的剧情 装备 以及可能可以探索的新区域 纯属胡思乱想 共君一乐 我本人不是还学专家 更多的只是加工和解读已有的信息 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 还请见谅 我们在评论区继续讨论 当然也欢迎各位在DLC正式发布以后 回来编尸或者还愿 好的 那么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没有播音枪的光头麦克书 关注我不迷路 为你带来更多的游戏新闻和攻略 谢谢 收藏档做视频不易 感谢一键三连支持